我們開始今天的課堂 首先很感謝各位的支持 因為之前有很多網友在Youtube的頻道 跟我說想我繼續上載一些影片 所以今天是凌晨1點13分 嘗試很快把我想說的話 在8至10分鐘內說完 我們金堂學什麼呢? 就是講Rewriting 為什麼要講這個課題呢? 其實很多學生在作文的時候 通常是中學甚至大學 他們很多時候講作文 通常的問題都是包羅萬有的 其實這些問題或者文法錯誤 其實很多時候都可以避免 是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一作文之後 轉過台就馬上去交文 那Proofread是一定不會做的 或者很多時候就這樣看兩旺 就已經會把高課交給老師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都會有作文上的問題 其實這些問題很多時候都是小學 小學一、二年班甚至三年班 甚至可能是三年班 學生都會錯誤的問題 譬如說包括我們今天會說的 Agreement 其實Agreement是什麼呢? 其實是個 subject和 verb 之間的關係 譬如說很簡單 第三生單數加s 這些人都會認識 其實可能是一個小學二年班 或者一年班的學生 可能他們都會認識 但是很多時候這些錯誤 就會出現在大專學生的作文裡面 一開始都會覺得很難接受 因為會覺得他們搞錯 你這麼大個人 你沒理由錯 但是通常看到的都是這些問題 所以我今堂也是想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你們無論是哪一個程度都好 都希望大家在交課之前 交給老師之前 都要提清楚究竟你有什麼問題 你自己先清清楚 其實在清的過程 你重寫或訊息的過程 其實你自己都會學到 而且好像你重新溫過一次的文章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 譬如說你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都可以反省一下 你作文的時間 會不會出現這些問題 或者你交功課之前 會不會繼續訊息多幾次 之後就可以 沒有錯得那麼緊要 你的老師也會開心一點 去教訓你的文章給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想帶出的訊息 今堂我們會有哪幾個句子有問題 我們先看第一句 其實這是一個學生的作文 當然我有其他的學生都會有類似的問題 其實大大小小都差不多了 譬如說第一句 In those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tourism 好了 那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很簡單 你如果用 those的話 那後面 和再加上一個 different 這個字一定是用 categories 即你不可能是 category 所以那個句子 就應該是 in those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tourism 好了 那你不要理他意思是什麼 那總之 你用 those的話 那後面一定是跟一個 plural noun的 OK 所以這裏categories 這裏完結了第一句 第二句了 有什麼問題呢 好了 那這句就說 news viewing habits of Hong Kongers keep changing throughout in these two decades 好了 那問題是哪裏呢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你要找了 subject 好了 那 subject呢 其實就是這裏 news viewing habits of Hong Kongers 好了 那其實是單數還是中數呢 那你看回第一部分 這個是habits 這個是最主要的 the noun phrase裡面 無論它多深奧 它多繁複 也好 你看回 哦 原來第一部分 它是habits 那這個字 那news viewing 只不過是一個叫做 那些叫pre-modifier OK 即是一個前字 的 好像一個形容詞 那樣 其實pre-modifier 可以是名詞 可以是一些adjective 那在這裏 就是一個名詞 但是它的功能 是作為一個 好像是一個categorize 即是會 categorize 它是甚麼的habits OK 好了 那 所以這裏呢 就是 名詞是這個 habits 那這個是plural noun OK 那所以你後面呢 keep changing 沒有事啦 是不是 好了 再看下去了 throughout in this two decades 好了 Darkes如果你說說兩個世紀的話 那為甚麼之前用this呢 那所以這裏呢 應該是個做 these two decades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in 是多餘的 所以我們要剷走它 OK 好了 那這句呢 就乾淨了 第三句 這句話 嗯 看看一看 好了 它說 There is forty percent of interviewers read news from the internet 好了 那這裏呢 其實我會覺得你這裏應該是用我 但是其實呢 你再看清楚 這句呢 這句呢 their is呢 其實是有少少多餘 那為甚麼你不把它直接把它轉成 用forty percent 用來做開頭呢 所以我建議就會是這樣的 40% of interviewees read news from 這個不是用from on the internet OK 好了 那就簡單利落得多 那如果你要堅持的話呢 那我就會覺得 其實你都可以用啊 你將這個做啊 OK There are forty percent of interviewees 那你後面的read呢 記住要轉回做reading OK 因為這裏呢 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叫做一個present participle 就是一個現在分詞 present participle 那這個不多說了 就是這個之後才再說為甚麼 OK 那這裏就一定是用reading的 OK 或者 你可以用 嗯 或者我重新寫過一次 OK 譬如說 there are forty percent of interviewees who read news on the internet 這樣就會好一點 就是我們用回那個relative pronoun OK 那這個who呢 是叫做relative pronoun 去連接回之前和之後 說回究竟哪一些的interviewees 去看 即是上網看新聞 那樣的 好了 那接著之後呢 第四句了 要快一點吧 先看看 好了 but in fact those information has not been confirmed 好了 那在這裏呢 不要理會什麼in fact 那些 那很明顯 就是 those two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singling noun 或者你叫做呢 其實它是一個uncountable noun 即是說是一些 不數得到的名字 好了 如果數不到的話 從英文來說 我們是當它是一個單數名詞 好了 既然單數的話 那為什麼前面要用 those呢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應該是 可能你直接呢 你就會想 this This information OK 但是在這裏呢 通常我們不會指明 這個資料那個資料 OK 那我們會 prefer是用 the the information has not been confirmed 所以其實呢 正常就是 but in fact the information has not been confirmed 那你就不用說 說明一定是 this information 那還有呢 聽起來呢 好像很怪怪的 所以我會 prefer是用 the 這樣的 好了 第五句 那這個很明顯 a reader have to be careful when reading online materials 那這個肯定呢 你可以看到了 單數名詞 那肯定第三身單數9s 那這裡肯定是 a reader has to be careful when reading online materials 這樣 那這樣很簡單 第七 第六句 OK 很明顯了 大家都應該懂得改 這個應該是 two sides 不用說了 這個 好了 最後 好了 那它寫什麼呢 那這裡呢 首先 那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 如果你說a lot of 和passengers 那就是說很多乘客 很多乘客的話 那就是plural 那為什麼前面要用is呢 那這個肯定錯了 另外就是 用there的話 你後面還有一個verb的話 同樣 都是用回剛才的招 就是把complaint 變成一個present participle 就是complaining OK 那怎麼寫呢 成句就會是 there are a lot of passengers complaining 好了 那在這裡 你記住 不要寫complaining the services 因為這裡是錯的 為什麼呢 complaint這個字 原來你根據 譬如說 任何的一本字典 你查回complaint一個usage 它一定是要用about的 就是它作為一個動詞的字 它後面一定是一個 跟preposition 跟about 我們可以叫它做 這些類型的字 這些動詞 我們會叫它做一個 不及物動詞 所以後面一定要跟about the services of the hotel 好了 所以這幾句就是這樣改的 最後的結語就是 希望同學 你們作文的時候 留意一些 單數和重數的名詞 以及多些去證明 你們自己的作文 我們今課就說到這裡